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不是不让我下来了吗 我偏要下 你不是让我打扫吗 我就不打扫 你不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吗 来 我来告诉你 你是 一句话就可以随随便便毁掉别人梦想的 无良资本家 你还是人跟机器人都分不清二百五 你还是会给什么机器过生日的大笨蛋 醒醒我 在心里扎根 可是他没有心 对于宠物进行肢体交流 增加宠物对主人的依赖心理 宠物自然就会变得温顺 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 似乎还有点温暖 多带宠物出去户外活动 在轻松自然的环境中 和他建立浪淡关系 这个好像还不错 还能锻炼身体 我一定要让你变成让我满意的兴起物 你在干什么 到来 杨莎莎 你不要这么大叫 你是一个机器人 你叫什么 我 我叫星期五 我说你见到主人叫什么 我见到主人也叫星期五 我 我 一大早就受怀 别动 是有点疼 他怎么又闭眼了 晟晟 你发生什么事了 杨晟晟 万一你睁开 好 星期五 嗨 星期五 你好啊 主人 朋友模式 你不洗手吗 机器人也要洗手 你不是可以沾水 等一下 爹滚 喝水 你不洗股 这位咖啡 是不洗手 芯 比估而得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么开还挺可爱的 尝尝 我以前不爱吃早餐 我妈就会给我做这个 这么多年了 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 我的天 这是放了什么毒气炸弹 怎么样 味道还不错 真的吗 不行 我要夸奖她 鼓励是教你 真的挺好吃 我做饭明明很有天赋嘛 舅妈还吐槽我做的东西 猪都会嫌弃 原来是救命啊 陆总 是我 我上去换件衣服 你去泡两杯茶 好 好吃 没想到我也可以做饭 陆总 陆总 安德计划目前处于暂停的状态 小李总那边正在进行 完善安全漏洞的工作 青年创意大赛怎么样了 青年创意大赛的决赛 公布取消消息后 一些参赛者的确有不满的情绪 按照您当时的吩咐 我和市场部 法务部的同事沟通后 出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方案 预计 不会对公司造成重大影响 先暂时不要推动 是 善后方案有什么不足吗 不 我只是在想 来自人心的判断 和根据机器分析出的结论 到底哪个更精准 当然我的决定不会有问题 只是星期五提出了质疑 让我有点不爽 我的西装 你怎么走路的 这不是 昨天被我泼了一身咖啡 她的西装男 她是陆森的手下 哎呀 杉杉 你这运气是没谁了 谢谢 对 星期五 你 头发怎么回事 我 我没注意 既然来了就正式介绍一下 这就是你接下来要处理的项目 她是附阳他们团队开发的人工智能机器人 星期五 原来这就是星期五 完全可以像人类一样工作和沟通吗 星期五非常优秀的好吗 星期五 这是我的私人秘书 认识一下吧 嗯 嗯 嗯 私秘书 姓名 思佳丽 年龄二十六岁 是主人的特助 我 程佳丽业的佳丽 陆总不用在意我的名字 星期五也是 干吗去啊 偷我项链的那个人找到了吗 还在寻找当中 由于电话隐私受保护 目前还无法查询到本人的相关信息 正在通过其他途径寻找 起诉处已经拟好 一旦找到本人之后 相信可以争取到一年至两年的有期徒刑 盯紧他 找什么找的 我不是说给你寄过来了吗 你个死命数 我是偷金子还银子呀 要跑一两年 另外提醒您 参加下午的会议 知道了 你可以先回去了 在此之前 星期五 好 很高兴认许你 记得我们下次再见 走 走 走 机器人果然大力 你帮我分析一下 司秘书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他是一个冷漠 无情 且爱乱出主意的人 真的 看来虽然他在我身边那么多年 我也没有真的了解过他 倒也不至于这么糟 不重要 只要我付他钱 他能认真工作就行 反正 我也不会信任任何人 你竟然用人家了 干啥不信任他 因为信任意味着欺骗 谁啊 我看看啊 谁啊 谁敢欺骗我们大名鼎鼎的陆总 没看到 你这还挺有意思的 你看你这样笑起来多好啊 你就应该多笑一笑 我只有在你面前能多笑笑 为什么 因为你不是人 因为想看起来凶一点 不想让别人小看 以后呢 谁要敢小看你 就来找我 我这个胳膊可以把它 从这儿丢到那边去 你这个模式还真有意思 以后就默认朋友模式吧 好 你先回去充电吧 明天的时间我再通知你 哦 以后呢 谁要敢小看你 就来找我 我这个胳膊可以把它 从这儿丢到那边去 怎么回事 一想到兴起我 那些烦心的事 好像也没有了 也要不要再倒了 我还会有点 云子 就是浩子 我这就对了 今天是浩子 你看很多人 我在这儿专家 除了 你行四个 你行四个 真你行四个 我说你 你见起来就会挡住你的阳光啊 这么看还真是有一种会让开朗的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